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34集 这样的宝物没有人会嫌妒 哪怕是帝尊高手也会火热不必 秦晨的眼睛亮得强 这星空竹他自然是想要的 不要说秦晨想要 这种好东西没有任何人不想要的 知识拍卖的红衣女子显然知道星空竹出来后的效果 她抬手地让骚动安静下来 这才继续说 星空竹是别人放在这里寄买 最后价格高低不是由我黑市拍卖会来订 而是寄买的人给出讯息 如果有人拿出能让寄卖人心动的东西 那星空竹就是他的 星空竹一样没有抵价 现在大家开始报价 还能这样玩 秦晨第一次参加黑市拍卖会 瞬间就明白过来 这拿出星空竹的人就在这包厢纸 由黑市在上面拍卖 他在下面订 可以有效地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家 这个模式有点像是当初虚空潮汐海中的交易会 但是却比交易会要更加安全 因为不需要拿出东西让卖者自己交卖 我出五亿功勋纸 外加两条尊者圣脉和五十尾神光鱼 我出八亿功勋纸 一条尊者圣脉外加一条五金重的大王剑鱼 如果是修者强行将其炼化 可感悟大王剑鱼 在幽冥星河中斩断星空 游走明河的一径 可惜连秦晨都没有掉 我出三亿功勋纸 外加一枚虚妄火眼 又有人出了个价格 这个价格一出 更加地引来了华人 秦晨也是极为新 虚妄火眼 也同样是个好东西 能够炼制出天眼丹 就算是不炼制丹药 将死物炼化到体内 也能够修炼成火眼金睛的身体 威力无穷 这都是好东西 秦晨现在总算是知道了 黑石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在这里出现的宝物 各个都是顶级的好东西 就没有差的 虚妄火眼 在功效上 就算是不如新公主 也差不了太多 很多时候要看每个人的需求 还有没有别的报价 红衣女子也知道 这个价格已经十分惊人了 三亿的功勋值不高 但是一枚虚妄火眼 绝对阻止了很多人的家价 来这里参加拍卖会的 都不是普通人 明知道自己 爆出的价格没有用处 是没人抱着侥幸心理 就在众人以为星空竹 就是这个价格的时候 拍卖台上方巨大的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新的价格 三亿功勋值 外加一条十斤重的神光鱼 以及一瓶五枚月寒 不同五星属性的天道神丹 这个价格一出 立刻就引动了轰动 星空竹能够让人感悟 星空道运 可天道神丹同样能让人 感悟出道运 天道神丹源自 十大道运之一的天道神术 天道神术所结出来的 天道圆果拥有感悟天道的力 单个的天道圆果 或者是天道神丹 远远比不上星空竹 可对方拿出来的竟然是 五枚不同属性的天道神丹 这就是金木水火土 五种属性的蕴含天道神丹 而五行属性是宇宙中 最普通的属性 也是根基属性 任何一个人都会修炼着 五种属性 因此这五行属性的天道神丹 对任何一个尊者而言 都算是非同小可 除此之外 竟然有着一条十斤重的神光鱼 在黑市中 神光鱼算是最普通的东西 一尾两尾的两三两的神光鱼 价值不算什么 往往一斤重以上的神光鱼 才能让尊者高手感兴趣 但是价值依旧不是很高 一尾一斤重的神光鱼 一般相当于一两百万的功勋值 因此交易的时候 都是几十条上百条的交易 但是 只是一斤重的神光鱼 神光鱼的生长十分缓慢 但是 那只是一斤重的神光鱼 神光鱼的生长十分的缓慢 一旦超过了两斤 神光鱼的价值将飞速提升 三斤重的神光鱼 就相当于五千万的功勋值 半条尊者圣脉 而一条五斤多重的神光鱼 就能卖出去 接近一条尊者圣脉价值 至于十斤重的神光鱼 那绝对是神光鱼中的王者 价值不可估量 这两样宝物一出 立刻就引动了轰 这个价格自然是秦晨报 秦晨报价后 更是没人再报价 一次拿出十斤重的鱼王神光鱼 外加五枚天道神丹 相比神光鱼 天道神丹只是负数 就是那举办拍卖会的红衣女子 也有些动容 他不明白 这个开架的人有这种好东西 为什么不拿到拍卖场上 帮忙计拍呢 一条十斤重的神光鱼王 那绝对能放到前面的热身环强 就算是这黑市中 一般万年左右才能出现一场 再次等了片刻 看到的确是没人继续加价之后 最后这两个价格各有千秋 只能是看着拥有星空竹的人 选择谁的价格 拍卖场上寂静无声 可场上的众人 大家心里都是难以平静 因为拍卖场的保护措施 即拍人和出价人都不会暴露身份 所以众人都在默默地等待着 包厢中 鼓励魔和刺天穷 却是有些疑惑地看着秦晨 他们都知道 这个价格是秦晨报出来的 十斤重的神光鱼 这几乎是秦晨在幽冥星河中 钓到的所有神光鱼中第二大鱼 也就只有秦晨才能拍出这个价格 十数个呼吸之后 这主持拍卖的红衣女子似乎接到了讯息 对时朗声说 清公主的既拍人选择了三亿功勋职 和虚妄火眼的报价 恭喜这位朋友 不过她想询问一下 出神光鱼的朋友 她愿意用别的东西来交换这条神光鱼 不知同不同意 当然 如果这位朋友同意的话 我黑市拍卖会 也愿意将这条鱼王 放到一次的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增加一个拍品 红衣女子微笑着说道 作为黑市的工作人员 她没有私下的联系秦晨 而是公开说 死言一出 各个包厢都有骚托 因为这样一条神光鱼 有不少人感兴趣 秦晨干脆连回答都懒得回答 直接将自己的报价撤去 见秦晨撤去了报价 这位红衣女子也知道秦晨不同意 进行了交割 这星空竹的家伙眼瞎了吗 鱼王都不知道选啊 武力摩 见秦晨没拍中自己的拍品 不由得骂了脸 大人东西都误选 真是没眼 秦晨倒是狠看了看 星空竹虽然是宝贝 但是能拍到固然好 就算是拍不到 秦晨也不会有丝毫的举手 否则啊 她身上还有那么多 幽明星河的义种 如果拿出来 害怕拍不到 那红衣女子 又取出了一个玉盒 举起之后的 这拍卖的第二件东西 叫做千年光 是宇宙虚空中一个神秘秘境中而出 融合这道千年光 能对时空有一定的感悟 并且提升武者飞行速度 甚至能够化身为千年光 千年光 秦晨的目光再次的凝重了强 这的确是好东西 能够对时空有着感悟 这是其一其二 能提升飞行速度 能对强者们吸引力也是很强 在单独的交战中 同级别的战斗 若是速度快上那么一线 就相当于是强了一大脚 速度更快的人 更加的游刃有余 打不过 他也能跑不适 不过让秦晨疑惑的是 这千年光的气氛 居然还没有之前的星空竹强 在他看来啊 这千年光 绝对是不逊色于 星空竹的好东西 千年光啊 我听说过 应该是处于宇宙中的 一个极其可怕的秘境 蕴含有时空傲义 不过啊 时空傲义 哪能是轻易场活的呀 到了尊者境界 没有人对空间会 没有领悟的 可时间规则呢 却不是那么好领悟的 似天穷的 时间规则很难领悟啊 但是到底还是有一些 特殊种族和个别强者 掌握一些的 我们大人不就掌握 时间规则吗 古力摩看了一眼秦晨 他们在对战玉山 尊者的时候 见过秦晨施展时间规则 可惜 光掌握时间规则没用 这千年光和德鲁伊之心一样 以前也有人得到过 也的确是得到了一些时空感 在速度上有了一些提升 可都是没有质的点 想要依靠一节千年光 就掌握真正的时空耗 太难了 更不用说化身千年光 秦晨听了片刻 也明白了 原来啊 这千年光的确是好东西 可是 真正感悟的难度极高 就和德鲁伊之心一样 踩坑的人太多 当然 即便是如此 此物依旧活报 片刻之间 已经拍到了一个 极其惊人的家 相当于十亿功勋值的 也有几个人 拿出了几个非凡的宝物 但是 比之前的星空竹 和虚妄火眼都差了一些 八亿功勋值 外加一条八斤重的神光鱼 以及一百条一斤重的神光鱼 正在这时 秦晨出家了 不过 他没有出十斤重的神光鱼 而是把更小的一条 八斤重的神光鱼 拿了出来 这个价格一出 也引来了红 八斤重的神光鱼 虽然比不上鱼王 但是也非同小几 绝非是一般人 能吊上来 如果没有之前秦晨 出的鱼王出来 怕是 引发的轰动会更 所以秦晨还加上了 一百条一斤重的神光鱼 秦晨这个价格一出 顿时没有人再出家 红衣女子 在拍卖台上 等候了片刻 然后笑着道 恭喜这位出家 八斤神光鱼的朋友 千年光的主人 同意兑换了 秦晨的心中一写 千年光 蕴含时空傲益 别人未必能掌握 可他 掌握时间本源 说不定就能领悟更多 更何况 秦晨的时间本源 这些年来一直在提升 可提升的速度 却是很缓慢 有了这一截千年光 说不定就能让时间本源 变得更强 秦晨拿出诸多的神光鱼 同时将八亿功勋值 支付过去之后 很快的 这一截千年光 被传送了过来 秦晨触摸上了 这一截千年光 对时脑海中的时间本源 传递来的阵阵兴奋的气息 秦晨没有第一时间吞噬 而是将其收入到了 自己的乾坤造化与碟之中 现在不是炼化的时候 千年光之后 红衣女子进行了第三件物品的拍卖 第三件拍卖品 是一件远古残留下来的飞行神器 飞天顿地乌洲 能够在虚空中飞动 是顶级的飞行宝物 它最强大的是 能够在一些危险的秘境中穿梭 隐匿性机构 如果没有得到千年光 秦晨或许会对着飞天顿地乌洲感兴趣 但是有了千年光 秦晨便只是简单地报了个价 听天由命 可此物在秦晨的眼里不如千年光 但是在其他强者的眼里 却在千年光的价值之上 竞价的价格一路飘升 让秦晨都无语 最终 这艘飞天顿地乌洲 竟然被人以十五亿功勋值 以及一件虚空宝物派了下来 秦晨只能是暗叹别人的富裕 如果不是自己在幽冥星河中 有了诸多的收获 怕是和这些人同台竞技的资格都没有 第四件宝物 是一道从远古传承下来的顶级神通气象 传闻是一名帝尊巅峰的高手陨落之前残留下来 只不过经过了岁月的流逝 已经是有些残破了 顿时拍卖会进入到了高峰 一名巅峰帝尊高手陨落前残留下来的气息 即便是有所残破 依旧是引发无数人的争强 这简直是疯了一眼 秦晨明显感觉到 这一次的拍卖会中 绝对有帝尊高手参与其中 让秦晨都失去了竞拍的念 各种宝物是层出不去 最终此物被一位大能 以二十亿功勋之外加一件顶级质宝拍下 光是那顶级质宝 就不比千年光和星空竹差太多 主持拍卖的红衣女子话语也不多 也没有强行去调动气 但是拍卖到了现在 每一样东西都是价值连城 说轰动天界也不足为奇 拍卖会的现场气氛 但是这次是一位置信心的 我们的词宝宝